那有一些产业 就是台湾受到红色供应的影响 其实我们刚刚也聊到 这个受到压力蛮大 像LED产业2019不是太好过 接下来有哪些可能会继续的困境 跟哪些机会呢 惠竹 红色供应 其实像今年很多 就是刚刚讲到中美贸易受惠的个股 那其实很多人讲说 中美贸易的摩擦有缓和 其实缓和是说 关税的客关税有缓和 可是在整个企业的战略是在改变的 就是说很多这些欧美的企业撤住中国市场 那是一个已经既定的一个趋势 像苹果供应链 苹果已经请利讯到什么印度去设厂 反正汽车的都会跑到泰国去设厂 然后就是手机相关消费经典 都会到印度去设厂 所以这是一个趋势 所以在这个趋势里头 就是我们就要去找说 什么样会是受惠 那刚刚讲到说 我总先讲的一个像宣德 它也就是一个 因为之前不是有一个报告说 联合国有一个报告说 这个中美贸易大战的最大的受惠者是台湾 那台湾刚刚讲到说 其实利讯它在海外的子公司里头 唯一的是宣德 所以事实上 我说这方面是可以多注意 那至于LED 其实LED它每一次都是会在一个变革上 像我们早期用到像你说每一个机器上 比如说像这个录影机上面这个红光 最早LED是红光出来 所以那时候造就了一家叫果莲 后来三星把它用到蓝光 做到那个手机的背光的时候 那时候造就了晶电 因为蓝光就是一个做背光源 后来蓝光再加上荧光粉变成白光 所以它就是变成一个照明 它每一个键段都有一个变革 那现在下一个键段变革就是miniLED 那miniLED它其实从现在苹果跟Sony大力的扶持来看 miniLED是有机会的 就是说它因为它可以 miniLED它可以取代这个 它可以做那个显示器 也可以做到背光 它做背光的话 它可以有一些OLED没有的缺点 比如它的面 因为OLED超过65吋以上 大概就没办法再扩大 但是它miniLED它可以解决烙印的问题 或速度它可以再加快的问题 所以就说其实miniLED它是一个趋势 那在这个趋势中LED它们有没有机会 其实是有一些机会 但是说因为它是需要一个 一个就是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投入就对了 那其实刚刚讲到 我们回到刚刚你说的那个东背的问题 就是说其实大厂东背它也是碰到这样的问题 那像它现在它有些优势吗 它的优势是说其实它还是在这个miniLED的供应链里头 它其实有跟大厂有签一些NDA 像即使说像前一阵子不是发生 就是LINE上面有传达了不好的讯息 但事实上后来他们去跟 本来有一家大厂是要搬给它最佳供应链 那个也是在发展miniLED的大厂上面 后来他们就跟他解释说 其实东背它从来没有纾困 而且它也没有说去跟银行协商 它的缴席还是正常的 那美股净值还是有10块钱以上 后来其实解释一下之后 在上礼拜他们又到上海去受奖 就是有得到那家大厂的最佳供应链这样子 那再来你看它其实它的负债比65 虽然不是很好 但也还是可以接受 所以事实上它的现金 你看它的现金流量表里头 它的本业还是赚钱 这可能有一些转投资的东西是不太好 可是它本业的益域是正常 所以基本上前一阵子发生的那些疑虑 是没有的 那我刚才讲到说 如果你想要去 就是说找那种被挫杀 那它也许是一个机会 但是如果你是要追逐 技术面上还有什么亮点吗 技术面 技术上我来补充一下 所谓mini跟micro其实很简单 因为现在新的Apple它用是OLED 但是OLED大部分有780都是LG跟三星 那苹果最讨厌就是被掐着脖子 所以它当初把三星移到台积电 那很简单 苹果的Apple Watch已经用了mini LED或是micro LED 所以以后不管是在台表科或是晶电或是像东辈 台湾这些过去LED最强的一个角色 未来在苹果策略性的从OLED换成mini 因为苹果所有新东西都会先用在它的Watch 所以Watch现在只要用了mini LED 所谓mini就是一风九 把一个LED像我们把这个灯泡打开 风九颗在里面叫做mini 那如果一风百或是一风签叫做micro LED 再更难 但是在技术的眼镜上面 虽然需要时间 但是台湾过去在LED 虽然被在这个技术上我们永远是领先的 虽然被大陆的一些红海 但是未来只要是 Apple转的mini跟转的micro 那像东辈台表科晶电 甚至是苹果都在这个友达附近 盖了一个新的mini LED的秘密研发基地 那这个中国也是会跟上吗 这个技术就落后很多 而且苹果的厂设在台湾这边 我们讲两个有趣的 像东辈有两个充码面很有趣的优势 第一个是东辈填顿的募资的时候 是有两个大股东进来 第一个是伟措 第二个是我们的国外 国外经营也进来了 所以有点 但我不敢说是背书 但是我想去难听一点 他们都买了8块 那你觉得 对 国外经营买8块 他们买8块 那你现在买的带似乎比它还低 但是给大家一个筹码面的参考 听到国外经营买8块 大家就安心了 那第二个比较有趣的 就是说 刚刚听也说 这中国会不会有抢单的一个状况 因为mini这一块 毕竟是苹果极力要发展的 那我们知道苹果跟谁最好 那当然跟这个鸿海集团 也是非常的一个不错 那鸿海集团的一个封装厂的农创里面 我们看到第三季也出现 转亏为盈的一个状况 那每次只要有相关的一个技术 总是由鸿海集团第一个会有support 这个苹果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在农创底下 大家可以注意 第三季已经转亏为盈了净值 股价也远低于净值 那会不会在这个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联想 也是投资人可以注意到LED转机股 OK LED转机股 好像有些也是会投资 跟5G相关的 对 其实刚刚讲说 中美贸易转单 其实东北它也算是有受惠 因为他们最近其实在第四季开始 有一些因为中美贸易的关系 有一些转单进来 所以大概第四季营收都会起来 那明年上半年有一些车用订单 跟就是在mini方面 因为mini可以用在 像我们现在看到有些高阶的车种 他们那个荧幕都很大嘛 就是你看那个Tesla或是什么宾市 那前面那个荧幕很大 那其实那个现在已经开始有用一些mini LED 那我想东北也有一些机会 OK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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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